将寇一战给张献忠致命打击 仓皇登岸张献忠在部将掩护下 一路被逃来到西冲 四川西冲县有一条古老的战道 正是在这里张献忠遭遇到一个更为强大的对手 他的生命故事将再次卸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以来作为对手 张献忠应该是知道杨展的存在 而江口是由成都出传的必有之路 杨展再次摄服拦截是必然所为 可为什么张献忠还要替女儿走险呢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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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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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应该是纸的 就不拉走 现在的话光是就刚刚来了差不多不到半个小时之内 大概有接近十几件的银柄出土 然后每个银柄上面都有那个戳印 有戳印的都要收拾小件 这两个是就是钮扣 银扣的部分 这个叫钮门 这个叫那个 看 然后它们两个是可以扣在一起的 就是挂在衣服的两边 就是那个对筋嘛 这个挂在右边 这个挂在左边 或者这个左边那个右边 然后它们两个就可以扣在一起 这上面叫做富贵 首先就是这个有文物发现了 这个我们现场会有一个工作人员在负责 他发现有文物之后 然后我们撤会组 他们就会用这个RTP 以及这个或者是这个全战仪 这个来记录这个文物出土的地点 四十九 银表正一层 正面一个层银表 另外呢就是我们有这个摄影组 他们会通过这个照相机 以及摄像机这个记录这个文物 这个被发现的一个情况 文物的一个坐标呢 也会实时的传到这个电脑上 我们这个电脑里面有一个 很个靠物工地 发掘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管理系统 他们就通过这个数据的管理系统 把我们文物这个发现的一个信息 这个记录下来 这个应该是后面找工匠科长去的 不是住出来的 好 看到了 那么 大战之中 张献忠真的将所有的金银财宝 全部移弃 仓皇而逃了吗 这一逃 他又逃向何地 将组迦走 都解决了 还有可以说 支持方程给民党的 他们把民党ors spark "-所放进 公元1646年 大朔三年11月26日 豪格派护军统领敖拜等将领 分率八起护军轻装起进 从北边突入四川 当年在得知清军 移近北面入川 原本计划走水落撤退的张建中 遭遇江口阻击战后 为什么突然做了一个180度转弯 转向川北西冲 与南下的敌人 正面相遇呢 这一切都与一个人有关 这就是张献忠的手下大将刘进忠 他本来有一个想法 就是顺嘉临江而下 抵达重庆汇入长江 到达湖乡之地 因为张献忠曾经在那儿 在洞庭湖 他都待过很长时间 但是后来得到的信息 对他非常不利 就是水路基本上不通 要改来走广源 我认为他不是想走广源 因为广源那是属于刘进忠 作为他的唯一的 一个方面军的领袖 他是深信不疑的 然而张献忠 然而张献忠不知道 他这位守卫广源的新副干将 刘进忠 却已悄然投降了南下的 清军统帅豪格 为清军做了向导 清军在刘进忠的引导下 进入川北 而刚刚到此的张献忠 对此一无所知 江口陈寅遗址发掘工作 再继续进行 这次考古最难的课题 莫过于如何分析江水 永不停歇地涌动 造成文物在鹅卵石 和河沙之间的散布情况 文物的分布和堆积 与动态的水域环境 关系密切 专家们需要计算出 文物用了多长时间 移动了多远 到达了基岩的什么位置 因此基岩的探测 变得异常重要 科学的探测方法 是利用基岩在电性特征上的 低电阻率特性 而覆盖于基岩之上的 杀乱石层 则表现为明显的 高电阻率特性 以上数两种 地层的电性差异为基础 利用电磁法探测技术 描绘出河道内基岩的起伏状态 为靠谱发掘的有力驱动划分 发掘工程的土方量计算 提供依据 而构造图 厚度图仅仅是绘制 水下寻宝图的第一步 团队进一步运用地质雷达技术 结合水下声波探测方法 对区段内的河床杀乱石层 和基岩的结构变化情况 进行往式3D探测 将混杂于水下的泥沙 岩石中的宝藏标示出 绘制出水下考古的3D导航图 快速地为探测人员 提供解忆模型 为考古工作提供决策依据 通俗地说 就是在发现文物踪迹以后 以详细坐标的形式 把文物标示出来 我们发现了一枚银币 这就是从它这个形状上来看 就是这个西方厂公 就是张献忠筑造的一种银币 这种银币之前在国内馆藏 大概只有两枚 就是在上海博物馆有一枚 然后国家博物馆有一枚 我们这个区域发现这种银币 大概可能已经将近300枚了 这是张献忠 他所有文物的一个 最直接的一个证据 大概含银的量都在90%以上 它重量一般是大概40克左右 这样的西方厂公的一个银币 这个非常珍贵 通过维艳构建发掘平台 把水下考古变成陆地考古 利用电磁技术 把沙石下的文物线索标示出来 这一突破性的科学考古手段 使得陈吟的发掘如虎添翼 更大的成效终于体现了出来 每天的发掘成果不断给人惊喜 远远超出之前的预估 大量的经济 银定 希望赏工金币 以牛大西政权年号和时间的金测 陆续出水 这让专家们兴奋不已 针对出水文物 江口陈尼遗址考古工作团队 在发掘之初 便配套建立了考古数据管理平台 每天都会将当日出水文物 陆入到系统中进行更新 直观地了解到每天及每个质地出水的文物数量 一些文物体量细小 如戒指、耳环、发簪等 考古队专门设立的筛选区域 用高压水枪把发掘的泥土、沙地全部冲洗 并进行筛选分类 避免文物信息的流失 金质勾云纹带扣 福寿康宁金镯 梅花金质带扣 兰花金戒指 花瓣形金发簪 麒麟牌子 龙手金镯 一个个文物不断出水 被依依记录在案 可以看出 当年江口一战 张县中确实损失惨重 然而 更惨重的结局 还在等待着它 这是四川省西冲县太阳西 这条看起来一场普通的小河 却在三百多年前 见证了张县中的最终结局 这个地方叫太阳西 是凤凰山下的一条小河 对面就是远宝山 这个一路16年里 17年里1月2号 就16年里冬月2时期 西冲 整个西冲都是大五米 所以在凤凰山对岸 这个苏旺号给带领的人马 都潜伏在河的队岸 冬月2时期 造草的时候 就有贪兵来报 说河队岸发现了大致兵 张县中根本不相信 乱说 所以当时就杀掉了这个是贪兵 第二个贪兵来报的时候 张县中忍忍不醒 杀掉了贪兵 第三个贪兵来报的时候 张县中再醒了 一接了 翻开清代课本西冲县制 上面记载了张县中 在这一天的遭遇 张县中初步违背 文兵制 有以为他扣 身衣蟒半臂 腰叉三十 引牙匠 零和视制 刘县中的奖励 这个原来是张县中的部下 他是投降了 是往后边 所以他看到对面 远报山上的张县中之法 就立即制作 用手制作讲 那就是八代王 所以守下来 苏王浩哥守下的这个清军 是乱奸其法其中 他的这个是 抚慰了 亚捕了 一见是一种张县中的作用 张县中到底 他的守下的一位将军 叫往上里面 就抱起他 远着东载门 就上了凤凰山 这块墓碑 这是张县中之墓 现在我们还能看到张县两个字 下面的字已经母乎不清了 这块墓碑是后人为纪念张县中 而重新树立的 决于史料的记载和民间传说 张县中的墓将我们背后的凤凰山的顶上 张县中重建身亡 十年仅四十二岁 生于陕西建立大西国 顶都西南成都 允命四川西冲 历史如此调诡 张县中的一生竟然与这个西字难解难分 随着张县中的黯然落幕 大西国也随之灰飞烟灭 关于张县中的陈寅宝藏 关于他的成与败 在历史车轮的碾压中 统统成为了谜团 而现在谜团正被解开 2017年3月20日 四川省政府举行江口陈寅遗址水下考古 阶段性工作新闻通缉会 宣布考古取得重大成果 彭山江口陈寅遗址考古 出水文物超过一万件 包括金地 银地 兵器 火器 金测 首饰 配饰等 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这也是第一次从国家级考古层面上 时政确认了民间流传几百年的 张县中陈寅传说 在几万件出水的文物中 金封策无疑更加夺人眼球 这件全部由黄金制成的金封策 虽历经几百年水流冲刷与岁月魔力 却依旧光泽明亮 封策制度由来已旧 策命之力起于西州 在西州青铜器明文中 就有策命经文 到了明代 这一制度更被明确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 红武三年下四月即未说 礼部造诸王策宝城 其制策宝皆佑金 封策制度的全面定型 在红武二十八年及一三九五年 明太祖实录记载 赵庚定皇太子亲王等封决策宝之志 皇太子亲王聚受以金策金宝 皇太子妃王妃只受金策不用宝 其中策的形制是 策用金策金策二片 每片一周尺长一尺二寸 或五寸厚二分五厘 策则一束分行捐刻真书 每片策边上下有窍 用红韬连贯 开合如今殊智之状 通俗地说 金策策是明王朝策封皇后 皇室子孙所用 是皇帝亲自颁发的委任状 地位比圣旨还要高一些 每代藩王均有一策 等级不同 才智有别 藩王用金策 郡王用银策 金策过去的文献上有记载 但从来没看到过失误 为什么 我估计就是 古典的金策到了厚北市场 就被庸化成黄金 来得卖到钱 古人 特别是民间 没有很强烈的文物意识 如果个人有所发现 他又作为黄金 黄金就是可以卖钱的 就原来流通了回到庸化了 那么张献忠的经历很明显 他是交货的 战利品 他就作为他战利品 当中的黄金保留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在陈寻暗中收缴的 还有一块金册更为珍奇 这块金册长12厘米 宽10厘米 重730克 上课为大西大顺二年岁 在已有五月 说日人武 皇帝制曰 镇监于成点中观 九玉等字样 这是张献中 模仿明朝体制 以大西国名义所颁发的金册 他见证了张献中的立国之梦 与图霸之心 这是我国唯一发现的农民政权的册封金银制品 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除了封册 金宝也是帝王册封的另一个重要凭证 金宝与金册不同 金册是每次册封史颁发 而金宝则是世代相传仅此一枚 且只授予皇太子与亲王 但是这枚金宝 已被粗糙地砍成多块 其中的一块隐约可变出古体字的蜀字 由此判定 这正是明王朝册封蜀王的蜀王金宝 可以猜测出大西军获得金宝之后 为了方便流通使用 将它强行砍碎 便做零钱了 除了金册金宝 金钉也让人眼前一亮 文物 长沙府天启元年五十两金钉 是已知的明代金钉中的最大定型 存世稀少 价值极高 金钉数邀传行 两端上窍 内占二十三字明文 长沙府天启元年 分岁公王府足今五十两正 立阳旭 降兆 完整计数了该定的铸造时间 地点 重量等详细信息 长沙府 即当时湖南行政区化 省治所在地 立阳旭 因为监住官 降兆 则为融住此枚金钉的赵姓金将 金钉被认为是长沙府 像吉王府碎公的一种特形的金钉 而非市面上流通的货币 大西国钱币的大量发现 更为了解大西国钱币封赏制度提供了足够的证据 其中最为争取的是西王赏公币 赏公币虽说并非张献中首刹 远在南宋时 金银钱币就曾作为军队 奖赏平信使用 但真实的赏公币实物 目前却只有张献中的西王赏公币 纯式的西王赏公币 或许因为流传原因 前身大动磨损厉害 而这一次出水的文物 几乎全是未使用品 所以能看清楚其制作工艺 轮廓上密布纵向错痕 地章较为粗糙 内阔较宽 四脚方正 西王赏公四字 凯体扬文 对读排列 四字分布均匀 笔画较粗 用笔雄强 解体方正 西王赏公分为金银铜三个等级 大量发掘的西王赏公币大小 重量 存在一定的差异 铸造工艺水平也相差较大 两有不齐 但时代特征非常明显 此三 恒山江口明墨战场 也就是所见的江口陈寅 2018年北京 张献中陈寅遗址考古 入选2017年 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并将江口陈寅考古发现 正式确认为 四川庞山江口明墨战场遗址 我们现在发布的龙鹏 到目前为止 总共有四万元左右 我们现在联合这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湖北 四川等地 总体而言 这些乌黑的银帝 与人们印象中雪白银子相去甚软 经鉴定 这些银帝的纯度 大多在95%以上 而根据业内标准 纯度在92.5%以上 就被称为纯银 国际上称为标准银 以银子对大米的实际购买力折算 明朝中后期的一两银子 也相当于今天的600元 那么一枚50辆的银帝 足足可当 现在3万元 大量的白银 可见当年张献中储存的财力之雄 白银进入到整个货币领域 主要是宋代以后 特别是到明代 中国和海外做贸易 比如我们有茶叶 或者有瓷器 大量的出口 那回来东西是什么呢 当时主要就是白银 全世界的这种白银 都纷纷地流向了中国 明朝的这种制度 影响了整个世界的金融 资本的流动 贸易的兴起 资本的流通 促使明朝中期 中国确立了白银为本位货币 无论市级摊贩 还是宫廷贵院 白银都随处可见 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 最主要的流通货币 这些元宝 它记载了都是哪做的 甚至有的这个银子 是怎么来的 另外我们还会看到元宝 它上面有补上的那种疤痕 比方说你收脚上的 这种负税银 你要按照你的这个数量 和重量交上来 然后需要检验 所以你就会看到 有些元宝 它上面有的补的那个疤痕 显然就是什么 在检查说 一看你这个重量不够 然后你再把一个银子 再补上去 那反映了当时这种管理制度 和这种负罪收缴制度 然而大明王朝的起落 成也白银 败也白银 在明朝末年 大量白银流失 崇祯皇帝在帝国末日 宫里仅剩于不到十万两银 无银发响 也无银御笛 银子都去了哪里 今天透过这些张线中的巨量沉吟 或许能找到一种答案 中国自宋代 四川发行交子 元代使用宝钞 明初沿用宝钞 铜钱与纸币同时流通 已经有了近现代金融货币制度的出息 但到了明朝中后期 却又用白银计税 并以白银进行直接交易 相当于将硬通货币直接用于市场 这就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 当政府财政收入减少 收不上足够的税收时 应对危机能力就大幅度下降 崇祯一朝 经常拖建军饷 政府一直无力解决 最终诱发危机 导致战乱爆发 因此由张线中沉吟管中挥豹 可以看到银荒 应是明朝灭亡的一个 更深层次的缘由 张线中起起大西国的历史 总是疑点重重 等待后世解密 除了考古发现的珠水文物 就是这位在彭山区特大盗局倒卖文物案中 被收缴的永昌大元帅金印 也成为解开谜团的重要线索 前面说过 永昌本是李自成的年号 他怎么会出现在张线中的地盘中呢 如果是张线中所著 他为什么要使用自己竞争对手的年号 如果不是张线中所造 他又是如何落在张线中的手中呢 我一直对他的真伟存疑 没有大元帅这个设置 一定不可能有大元帅富 专家推测 如果这枚金印不是后世伪造的话 那么就和张线中 临终前的一个决定相关 实际上张线中在临终前 做出了一个令人诧异的决定 他嘱托部下与死敌明军联合 共同抗侵 湖南武冈 当年南明王朝撤退进云南的最后起地 在彭山江口盗局倒卖文物案中 正有追缴回来的国家一级文物 武冈州都水司正营一百两银地 这里至今还保存着当年 南明临时国都的遗址 曾改名奉天府 然而最后辅佐南明永烈皇帝奉天的 正式接受张线中临终嘱托的部下 李定国和刘文秀 李刘二人遵张线中遗嘱 带领残存的大西军 经四川 贵州 湖南进入云南 并以云南为根据地继续发展壮大 正是因为有大西军余部的助力 南明永立朝廷 才得以延续实际 因此专家猜测 这枚精英的拥有者 当该属于张线中的部下 后来的抗清军将领 我以前的一个家属就是 远率的这个营 应该是刘文秀的 刘文秀跟李定国又发生了矛盾 刘文秀主张 把云烈皇帝 开始英会贵州 农安赴去 所以约靠近中远地区约好指挥 而李定国当时想把云烈皇帝 迁到云昌 当时的云昌就是现在的宝山 我一想过 会不会是在云昌时日 在云昌那个地方 南明永立皇帝最后的行经之地 云南宝山 故称永昌 这是否就是这位 永昌大元帅金印名字的游磊 从清病入川到公元1665年 康熙四年 清兵才最终占领全川 大西军残部 坚持抗清长达二十多年 这让人不禁发问 他们在四川 用于抗清的物力财力 又是从何而来呢 由此可以猜测 张献中所积蓄的大量金印 或许也为后来的抗清 提供了难得的资源储备 专家进一步猜测 这位从陈寅岸中收缴的金印 很可能不是从水中获得 而是存留于其他地方 果真如此的话 说明张献中的宝藏 还另有去处 刘文秀就是张献中的干儿子 他的四大将军之一 自己就说 他这是十六万 我在另外一个地方 他说他买了二十万 金印在地下 就说那个地方 用那个地方 他流动作家 那这个地方买一些地方 他知道 他回来的时候再去 这是四川西冲县的严家大院 大院的来历 据说就是张献中的部驾 在后来 跟着湖广田四川的脚步 来到这里 找到张献中临终前存下的金印 建立了家业 当地人流传 就在这后山中 还有一处张献中的藏宝洞 虽然这个洞一直未曾发现 但是张献中金印的传说 却远远不止是停留在一个 彭山江口 张献中沉吟的出水 也引发了一个长久以来争议不断的问题 从明末至今 张献中建国 曾改写了四川的历史 和四川人的命运 无论文史学家 还是寻常百姓 围绕着张献中的争议 也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张献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有着立国梦想的传世豪杰 还是劫略一路的一代枭雄 李方福老人 是免祖年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中国当代免祖年画北派传人 免祖年画起源于唐宋 鼎盛于明清 流行于中国西南区 无论是众所周知的历史典故 还是街坛相依的名人意识 都能成为画师们笔下的生动松材 免祖年画 苏星街 就传递了张献中 不为人知的一面 相传张献中进军四川时 在年组躲避战乱的人群中 发现有一个妇人 一手怀抱一个大孩子 一手牵着一个小孩子在逃跑 张献中不解 问妇女 大孩子是否自己亲生 不料妇人答道 大孩子是别人家的小孩 小孩子才是自己亲生的 张献中文庭后感动不已 让妇人不要逃跑 回家后在门口插上柳枝 又传令不下 凡是门前插有柳枝的人家 一律不得侵扰 结果 等到张献中的大军抵达后 满街人家的门前 都插上了柳枝 就这样 全街人都避免了一场浩劫 因为此妇女姓苏 百姓敢怀她的恩德 避将此地命名为苏星街 类似这样的传说 在成都也有很多 成都的柳英节的由来 也是如此 从这些传说中 不难看出民间对张献中 正面的评价 但是大西政权覆灭后的四川 人口却是大幅减少 这是因何所致 罪魁祸首究竟是张献中 清军 还是频繁的战乱所致 我当年在写张献中转的时候 我能够知道到 有关张献中的大概十五十钟 我是全部读了 我发现非常明显的察觉 有的记者就说他是杀了我 有的记者就说他有记录 他不是乱杀人的 很明显两种记者 非常的冲突 张献中的四川杀到六个多亿 当时权贵多顺 权贵多顺 权贵多顺 这种可以说是完全不可行的 这种很荒唐的记者 这种说明那是优异的无几 暑青和好夷带来把它设施了 设施张献中过后 马上就成立了四川地方政权 就要成立四川巡护 但是四川巡护的 他的亚术他不是死到成都 他是死在那个 现在的朗中 因为当时突飞在 民朝的武装业的斗争 一直打到一大幅度 一直到康熙十年 四川巡护才死到成都 他才进得来 孙子十八年 全国的认定 一千多万斤吧 但四川的话 认定只有一万八千多斤 但是人口减少不只是四川 全国大部分人都减少 你想贵州 孙子十八年 他的人力才一万多斤 比四川还少 另外就是湖南 湖北 河南 还有该会好些地方 人力口都大量减少 这一个人口锐渐的整个过程 实际上将近六十多年 最早是明代的时候 就是明末农民大起义 张晓龙几近四川 在农民大起义之外 贵州的少数民族反抗民望朝 贵州要反抗民望朝 往北大 又是大四川 又是一场大战 张晓龙死了以后 千军如川又大 又是好多年 五三桂盘青 又在四川大 又大了好多年 一哈算起来是 六十多年的战争 四川人口锐渐 是整个六十多年的战争 朝成的 一些专家认为 明末四川人口的锐渐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战争造成的灾难 这是各种力量 角逐纷争的惨烈后果 明末清初 历经旷日持久的战乱 中国的社会形态 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据史书记载 自清初开始 湖南 湖北 江西 福建 广东 广西等 十几个省份的居民 或被鼓励或被强制 进入四川 其中 迁入川北 以陕西人为主 川东 则以湖广人为主 四川盆地西部 以广东人为主 川南 以两湖人为主 这就是著名的胡广田四川 如今的四川人大部分都是移民的后代 时光流转 世事变迁 当年的移民已经在四川深深地扎下了根 他们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耕耘劳作 过着怡然自得的生活 使天赋之国在几百年后 再次焕发出了朝气蓬勃的魅力 成为一个开放与融合的世界 北京 国家博物馆正在进行 江口陈吟展览 人们驻驻面对这些重建天域的宝藏 追赐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 既惊叹不已 又感慨晚前 按照历史记载 张献忠当年陈吟有千传之多 照此说法 今天出水的纹路不足百分之一 留给人们的巨大想象是 是否还有更多的财宝沉在水下 是否还有其他人的财宝 在水下的藏宝处等待发现 不久将来 一座全新的江口陈吟博物馆 将再次建成 它身旁的江底下 正是当年的船只陈墨之地 陈州策判千帆过 并述前头万木春 了解当下 欲见未来 对历史的探索与追问 永违停歇 二十五月 一号码 二十五月 你又会 一号码 一号码 是 一号码 我们下来 一号码 我们下来 回来 我 现在 感谢观看